那酵素其实它成分可以很多种 我们选择今天我们选择是柠檬 那我们把柠檬切完之后 还要跟黑糖还有水 让它做发酵作用 那至少都还要六个月后 才能熟成给人家出来用 桃园市新海国小的孩子们 遵照指示一起DIY 具有清洁力的天然柠檬酵素 其实学校之前就有在 使用志工做的酵素 志工跟小朋友反应都说很不错 因此学校特别邀请专业的 酵素志工来教大家DIY 目标是以后可以自给自足 我们就引进了那个专家来协助我们 专家志工来协助我们做柠檬酵素 那学校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柠檬酵素 效果非常的好 不管是在那个环境的清洁 或者是洗手或者是洗涤 像各项的碗筷 都对孩子的身体 手都不会引起过敏 那志工来协助做柠檬酵素的时候 也反应他们用的效果很好 于是我们就让孩子来亲身体验 我们这个手有那个黑斑 那个来洗最有效果最好 还有那个黑斑 然后那个脚穿鞋子错 来洗也是很好 同学表示因为疫情期间常常要洗手 回家还会帮忙做家事 却发现家里的清洁剂会让皮肤不舒服 但学校的酵素洗起来就不会 成分天然用起来也比较安心 就是我们家 就是有些清洁剂家里的 就是洗完手可能会滑滑刺刺的 学校的就可以洗得很干净 然后也不会有那种刺刺不舒服的感觉 就是在家里用的一般的那个洗手液 可能会有一些添加化学的药物 就是洗起来可能会不那么放心 然后在学校用的因为是天然的嘛 没有加任何的化学药剂 所以用起来就比较干净也比较安心 学校这次特别请来专业的酵素志工 来指导教学 因为原料天然又好洗 目前桃园市已经有40家学校 用他们的酵素 志工洪庆龙也大方分享酵素的原料比例 跟制作方法 希望把天然酵素推广给更多人知道 一就是等于黑糖 三就是等于柠檬 十就是水 按照这个比例下去配 就一定不会失败 柠檬切完之后 它就要 每天要搅拌 搅拌 大概五分钟左右吧 让它混合 因为能沉下去这样子 大概半年后就可以缩效 它这个柠檬有一定要特选 薄皮还是厚的也可以吗 其实两种都可以啦 比较好 较好较坏嘛 较好就是 当然是要皮剥 吃过多啊 重点在这里啦 看着小朋友动作生疏的切诊柠檬 一旁指导的主任也一再强调 要注意安全 虽然要切的量很多 但是过程很好玩 同学们都说玩得很开心 所以你今天自己DIY感觉怎么样 很有趣 很有趣 你第一次拿刀子吗 不是 不是吗 那我为什么看你切柠檬切得很痛苦 因为我不常切 我刚才搅拌的时候觉得它很重 然后后来越搅越轻 因为我有抓到它的诀巧 比较有意思 因为那个柠檬很香 有点想吃 你第一次切吗 算是 算是 那你今天有学到什么东西 有学到那个柠檬不是很圆吗 然后它可以把那个平衡蛋面放在桌子上会比较好切 酵素之工洪庆龙表示 目前各学校的酵素都是志工们免费提供 它希望推广环保天然酵素 西海国小是第一线跟上响应要在校内推广的学校 校内也有搭配生态教育种植柠檬树 未来期许能在学校自产自用 落实环保跟生态教育 接下来唯一投影博道 我小小处在